接下來我們來執行看看這個地方會不會成功 由於優標先放在這裡讓它執行 執行的話當然... 執行把優標放這裡好了 讓它執行 你會發現奇怪跑完之後怎麼只有這個地方 被換顏色對不對 有沒有只有6的地方 為什麼呢?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一個selection的問題 所謂selection就是你優標現在放的位置 那我優標一直在這裡啊 從來沒動過對不對 所以剛剛的程式呢 假如說我找到了對不對 這個條件符合之後呢 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再按一個tape 就是要把優標放在那個位置上面 再去做顏色的修改 那那個位置在哪裡呢? 其實就是什麼呢?就是它嘛 就是sales 我不知道說哪一個 反正就一個座標 那這個部分把它copy起來之後有沒有 最後呢?再給它一個什麼呢? 貼上 點 什麼呢? selection 就是說我要做selection 才會有selection 才會是正確的 就是呢 在那個儲存格select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執行 好 跑完了有沒有 全部呢 只要是7的倍數呢 通通都會修改成我要的這個樣式 那這個部分其實應用還蠻廣泛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很多很多人應用都就用在股市上面 我教了很多那個有關以色歷BBA的 很多人其實學以色歷BBA就是要分析股市 分析股市 為什麼要把那個資料從網路上抓下來 第一個抓下來之後的話要分析 比如說歷年的那個什麼歷史資料啦 或者什麼狀況底下 甚至做一些自動化的處理 因為資料量太多了 那第一個你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搜尋 你可以在這個關鍵字上面搜尋股市